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1949年很淳朴 很积极 就是希望自己能以所学参加国家的建设 为祖国献一份力量 结果呢 99.9%都悲催了 好 节目开始前 还是有请新来的看官 花一秒钟订阅节目 打开小铃铛 支持我们这个挖共党坟的频道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先说说为共党国防冲顶的几位科学家 共党能在建政后短短15年内的1964年 就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6年又试验成功第一颗装载核弹头的导弹 1967年试爆第一颗轻弹 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岁数大的人还都记得那个叫东方红一号的卫星发射上天后 传回了文革中唱最多的小曲儿东方红 画匣子里当时激动的说他的旋律响彻太空 然后共党就骄傲的宣称已经掌握了两弹一星技术 细心的看官可能会问善哥 你刚说的明明是三弹啊 怎么老共说两弹呢 根据他的解释 两弹是指原子弹和导弹 星就是那颗歌唱老毛的星星 青弹呢就不单算一个弹了 合并给原子弹一块算 够奇怪吧 还有一个事儿奇怪 斯大林死了以后 共党和苏联新老板赫鲁晓夫翻脸之前 老毛和老赫来回的互访 老赫是1954年 先是婉拒了老毛 请求苏联帮中共发展核武器的要求 到1956年 东欧出现波兰波兹南事件 匈牙利十月事件等反苏控制运动 老赫被党内的元老弹劾 此时老毛表态支持老赫 帮了他忙 所以讨价还价几次之后 老赫1958年派出了千人大团 帮中共发展核技术 一时间 湖南和江西的油矿 包投核燃料棒工厂和 甘肃九泉研制基地 新疆罗布破核实验场 到处游走着老毛子核专家 没想到的是老赫要老毛投桃报李 他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军事电台 还要和中共海军共同组建舰队 这和老毛发生了冲突 老赫赫然停了核原舰 1960年又撤走了核专家 就把老毛撂到墙根底下了 没辙 共党又要实现核大国梦 就只能依靠海外归来的 华裔科学家了 当时就启动了 596工程 共党内部代号叫做邱小姐 美国中情局给他起代号 叫check one 596啥意思呢 就是59年6月 是为了记住苏联单方面停止对中共原子弹研制的援助 然后呢 这23位真给共党争气 1964年到1970年 几年间就造出了两弹一星 后来呢 就都被抬举成了两弹一星元勋了 这其中很多人的名字呢 大国人耳熟能详吧 比如 早期毕业于清华的钱学森 邓家仙 赵九章 王干昌 贤三强 郭永怀 彭桓武等等 按说元勋就顶天花板了吧 可是在中共国没用 他们虽然都为共党武器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文革来临的时候 除了钱学森受到特别保护 但也不得不违心说假话之外 其他人和他们家人的命运都相当不堪 有些人还被迫害致死 比如那位天花板籍的材料科学家姚同斌 1968年文革中 居然大马路上被俩歹徒指名道姓 一棍打头 当街扑地而亡 党媒说那是意外 最后抓到俩歹徒 一个判了15年 一个判了12年 您哪说理去呀 据说姚同斌的贡献 是不仅解决了火箭的降温问题 还增加了远程距离 到现在中共国的神州飞船和嫦娥4号发射 都离不开他的贡献 姚老师要活到现在那还得了吗 对了 他不是海归 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 但再列元勋的天花板 好继续说海归 归国的理工科海归们因为共党一时的需要 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共党的重视 个别人还受到了保护 那些学社会科学类的文科海归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很多人还留下令人发指的遭遇 我们看看徐芳撰写的《干校闸戏》 其中就讲述了这样几位错信共党而跺脚后悔的老海归 1970年左右 15岁的徐芳和母亲在河南信仰五期干校劳动 汪有权是他们当时的室友 彼时五时出头 据徐芳描述 汪阿姨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 两只手都肿了 常常倒在床上是哀声叹气 不过他是个直性子 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徐芳聊天 徐芳也因此了解了他的过往经历 汪有权和丈夫杨雪章都是从美国回来的 杨雪章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可以说事业有成 可他有化解不开的乡愁 曾经说过 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 无论如何也得回国 这吃豆腐的诉求五十年代初来了 共党频频向海外游子招手 他们没认出共党的骗子嘴脸 带着三个儿子回国了 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 可他的事业也就此终结 在共党之下 杨雪章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凯恩斯主义》 这位刘美教授的小册子里充斥着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 当然是符合共党政治正确的口气 也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1964年 也就是回国十年出头 他就患肾病去世了 和丈夫一样 汪有权在美国留学时学的也是经济学 回国后到中科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 虽然他文笔很好 但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政治要求的学术论文 他也是只在1962年8月写过一篇 《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 您听听这标题 此文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之后 汪有权的学术生涯同样戛然而止 《文革报》发后 刘美专家汪有权家被抄 三个儿子经常被欺负 也因为文革 孩子们都没上成大学 1969年底 汪有权随中科院下放到了武器干校 接受再教育 有一次 作者徐芳和汪有权在水塘边洗衣服 汪有权提到了洗衣机 徐芳是生平第一次听说洗衣机的 汪老师当时形容了洗衣机大体啥模样 谁知 两人的闲聊被人汇报给了军宣队 还是山哥以前提过的啊 现在喜欢举报拿奖的人 都是那时候打小报告的无血缘后裔 汪老师怎么知道被告密了呢 因为军宣队指导员后来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批判他说 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服 汪有权听了气得要死 他私下和徐芳说 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 文革结束后共党落实政策 当局说汪有权家被抄的东西可以归还 汪有权说 别的都不要了 我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 改革开放后不久 汪有权赶紧带着三个儿子回了美国 后来他定居在了加拿大 现在如果老人家还健在的话 应该有百岁了 好 再讲一个故事 2012年1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一则复告 称该院经济研究所退休人员 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 关书庄因病医治无效 于当年11月6日在美国逝世 享年93岁 和汪有权的丈夫杨雪章一样 关书庄也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还因为成绩优秀 他获得了哈佛经济学的金钥匙奖 关博士毕业后 得以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 因为当时的联合国中 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代表着中国 因此 关书庄实际上是在为中华民国工作 而这也成了他后来的罪状 其实关书庄原本并不想回大陆 他曾经说过 自己所受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和大陆的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 1956年在他的丈夫先行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 也是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丁生树的劝说下 关书庄只好带着女儿回到了共产中国 据干校闸技技术 关书庄回国的时候 联合国秘书处专门打制了两个木制的巨型包装箱 把他家所有的箱子家具甚至钢琴都装了进去 拖运的大木箱运到北京之后 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 找来了十轮大卡车和吊车 将木箱运往他要住的三里盒宿舍 结果把那一带的交通都阻塞了 后来统计局还征得他们夫妇同意拆掉大木箱 然后呢 用造箱子的上好木材打造了多套办公桌椅 回国之后 关书庄的专业自然逐渐就荒废了 学术上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到20世纪80年代 哈佛大学教授 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 哈勒斯·陈尼瑞到经济所访问 见到了关书庄 翻译一看赶紧过来帮忙 陈尼瑞笑着说 我和他之间哪还需要翻译呀 原来他曾经和关书庄在哈佛是同班同学 但几十年岁月过去 两人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别 您再听听回国后关书庄遭遇过哪些磨难吧 文革爆发之后 丁生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游街 关书庄当然也受到牵连 1969年底他跟随经济所下放到了武器干校 第二年丁生树也来到干校 因为劳动改造没有夫妻住一起之说 这事告诉美国白左都会说共党侵犯人权 他俩只能分别住不同的集体宿舍 最尴尬的是 两人休息日见面时 因为宿舍里的人都在呀 也只能说一些台面上的话 比如 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什么的 现在的年轻人 一定会觉得这很扯啊 但真的是你们前辈亲身的经历 到文革后期 因为需要 丁生树就又受到共党重用 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都有了提高 或许是被共党吓怕了 他们在给二十几岁的女儿丁岩找配偶时 开出了非常苛刻的十大条件 其中前两条是必须共产党员和红武类出身 结果呢 真有一个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符合条件 大家别乱联想那位啊 官书庄夫妇非常满意 听从父母之命的丁岩很快和这位结了婚 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 但没过几年 丁家的女婿露出了真面目 要求丁岩交出保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 丁岩不从 就被这位共党红武类家暴了一顿 最终两人离婚 共党到了改革开放后 丁岩赴美国读书和深造 之后定居美国 然后 官书庄也带着外孙女去了美国生活 直到去世 官书庄的选择很明白 也是在无言的控诉共党误了他一生 误了女儿前半生 汪友泉和官书庄的遭遇在老海归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比如和杨振宁是同学和室友的芝加哥大学海归孙世睁 1949年他是满怀热情回国 被安排在中科院经济所工作 当时的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让他彻底忘掉 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这一记闷棍让他从此以后是一蹶不振 业务多年处于荒废状态 1984年他出过一本《经济计量学》 可以成就论和杨振宁比是天差地别 再比如1955年回国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蒋熙 文革落下了颈椎病这种顽疾 到后来只能是坐轮椅上班 他喜爱古典音乐和匹兹堡都刊大学化学硕士赵棉等人一样 带回的私人唱片或被红卫兵抄走或只能自行销毁 又比如1951年回国的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于福春 在文革中惨遭毒打 耳朵被打到整天耳鸣 再比如 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江西安福三才子 罗隆基 彭文英 王造实 1957年一起被打成右派 之后三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再比如 国军降共将领傅作义的弟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公 在傅作义劝说下 傅作公从美国回大陆从事水利建设 后来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 1957年受反右冲击 傅作公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 极右分子 开除公职 被送到九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60年冬天 傅作公饿得在厂部的猪圈边上找猪食吃 突然一头倒下 再也没能起来 傅作义知道后 堂堂前国军二级上将也只有泪流满面 恨自己害了亲弟弟 却无可奈何 故事讲完了 错信了共党的一代老海龟们 在经历了共党历次暴风骤雨迫害后 才明白自己上了怎样的大当 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做了怎样错误的选择 事实是 1957年反右运动后 几乎再也没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人回国 不是他们不爱国 是残暴的共党用自己的恶行让海龟们看明白了他骗人的鬼话 直到今天这个毒蛇一样的共党仍然是谎话连篇 毁人不倦 只不过改头换面 幕侯而惯罢了 不信 当今中共国内 那些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的新海龟们 有几个敢站出来公开批评共党呢 不愿大家胆子小 唯恐共党不放过 这也是第2波第3波海龟去国潮的由来 可惜有些人脚慢了点 共党封关前大意了 没跑了 现在只有等他倒台了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 喜欢我们节目就请订阅按赞分享吧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